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炮女明星 但人家是娱乐公司的老板 手里随便露一点资源 女明星们就开心不已 所以陈国强炮其女星来光明正大 名正言顺 丝毫没有任何内疚感 再炮女明星之余 人家还能赚钱 还能赚到女星的感恩 其风流段位比刘鸾雄更胜一筹 陈国强香港古坛名人 旗下有多间上市公司 现为景星集团主席 2011年 陈国强以86亿元强势入住TVB拿到了26%的股权 成了继邵义夫之后的又一当家人 陈国强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商 早年就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 陈国强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 大学时变念了土木工程 毕业后继承了父亲的公司 80年代中期他搭上了李嘉诚的常识集团 成为常识旗下楼盘的主要承建商 渐渐做大 成了香港著名的壳王 为何喊他壳王 因为陈国强头脑灵活 善于搞人际关系 还善于将假的做成真的 他最擅长的便是收购空壳公司 然后驻资产并寻觅买家 以较高价出售 从中赚取高额的利润 因此人称香港可亡 最巅峰时期 陈国强名下的上市公司多达15家 活跃于证券买卖 善于低买高卖 其赚钱能力颇受赞誉 90年代初 陈国强涉足媒体行业 多次入股 承报 明报等纸媒 还入股了银河卫星 佳河电影等 成为媒体行业的大佬 陈国强年轻时长得颇为帅气 眉宇间还透着一股英气 还曾被传与李嘉诚关系亲密 话说当年李嘉诚投资景星及海城集团失利后 陈国强不顾安危 接手入股并处理了烂摊子 最终让李嘉诚全身而退 二人之情意非同一般 2011年 陈国强正式拿到TVB的26%股权 成了这里的掌权人 进入娱乐行业纷扰喧闹 只要你有钱 多的是靓女往你身上扑 陈国强也不例外 自从进入TVB之后 陈国强犹如鱼儿到了大海 风流情史更是数之不尽 其实在入住TVB之前 可望陈国强就曾与郭县妮传出过绯闻 郭县妮于1999年出道 曾力拜胡信尔拿到香港小姐冠军 因其美貌被称为冷艳港姐 随后加入TVB成了当家花旦 一出道 她就搭档古天乐宣宣的人 出演了《寻情记》 随后还出演了《洛神》 《古灵精怪》 《公所心域》等 在内地的知名度也很高 郭县妮这丫头可不简单 出道不久 但情史却精彩丰富 她和男人的交往不像谈恋爱 反而更像小孩子过家家 曾与有诗乃杀手之称的 陶大宇传绯闻 有报道称 陶大宇离婚便是因为郭县妮 还曾交往过温兆伦 马俊伟 马德忠 黄浩然等 都是香港颇有知名度的人物 为了捧郭县妮 陈国强还斥巨资拍摄《卧虎》 让郭县妮做女主角 拍摄时 郭县妮身边还有陈国强的保镖们护体 映然一副心宠的样子 据传郭县妮在和陈国强交往的时候 还在同时交往马俊伟和马德忠 其恋情被踢爆后 一度被媒体称为四人形 场面颇为尴尬 陈国强得知后立刻抽身 转头就看上了TVB小花叶玄 叶玄这妹子也是恋爱脑 曾与很多人交往过 也被网友diss过恩变 但其豪放作风多年来依旧未变 叶玄曾被拍到和陈国强 在北京某夜店密会 两人一起跳贴面舞 关系之亲密一目了然 香港媒体还曾形容叶玄将要魔暴客王 其大胆豪放的做派哪里是什么女明星 俨然好似一个夜店女 两人交往之后 港媒报道 可王很喜欢叶玄 不但送车送楼送珠宝 还送资源 还有媒体报道 叶玄并不中意可王 可王为了抱得美人归 不惜砸下重金 不久后 陈国强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要澄清一下 我和叶玄小姐在北京跳舞被拍后 就再无联络 外界说什么送车送楼 更是无凭无据 我做人天不怕地不怕 有什么会直接承认 说没有自然是没有 希望媒体不要将我和他拉到一起讲 会影响人家前途的 虽然没有承认送对方车房 但却直接承认了两人跳舞的事 不知这到底是澄清呢 还是承认呢 可王也是蛮有意思 对于砸重心买感情的事 可王更是毫不留情地说 我有钱的话 用来买车买楼买飞机不好吗 用来买一段感情 我绝对不会那么难看肉酸 可惜的是 陈国强的解释 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 因为叶璇方面曝光了情欲短讯 还登上了香港的杂志 自诩正派从不乱玩的陈国强 终于踢到了铁板 而叶璇也没捞到好处 本该在至尊无赖 担任第一女主角 开拍后惨变第五女爵 只能在开场和结尾出现 之后陈老板的名字 又跟香港低名摩周文奇连在一起 被香港爆料两人经常约在酒店密会 女方还被货赠价值3000万豪宅 只不过这段感情 两位当事人拒不承认 2007年 陈老板又被传出 跟有交涉之称的 摄氏曼踏出爱火 当时摄氏曼凭借凤凰四重奏 成为TVB史上第二位双料事后 一时风光无两 是当之无愧的TVB一姐 但TVB的待遇是人尽皆知 摄氏曼在此时已经想着如何跨界发展 因此他找到了长期以往 想要进军影视业的陈老板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陈老板十分看重摄氏曼 两人曾同游澳门 之后摄氏曼就获得王金监制的 美女时审女一号 王金是陈老板这种追求利益的商业大佬 十分喜欢的导演 当初陈老板的绯闻女友 郭县妮所拍的《卧虎》 也是由王金指导 因此摄氏曼就被传出跟陈老板的绯闻 只不过两位都是聪明人 这件绯闻只是传了一段时间 但经过摄氏曼这段故事后 TVB的女艺人仿佛都对陈老板 给出的待遇而着迷 徐子山 高海宁 陈英威 朱惠敏 都被港媒报道 跟陈老板有过一段陆水姻缘 而其中最为精彩的故事 还当属徐子山和高海宁 这一对塑料姐妹花 徐子山和高海宁都是港姐出身 然而还曾合作过很多电视剧 关系一直不错 徐子山出道可谓顺风顺水 不仅长得清纯可人 斩获2004届港姐冠军 还荣获健身美太奖最上进小姐 国际亲善小姐四项大奖 相比前者所获得四项荣誉 高海宁仅有一个旅游大使奖 而且还被爆出裸照风波 这也难怪 高海宁长着一副娃娃脸的样子 在港台不是很吃香 但她那堪比柳妍的车头灯 却是一大杀气 时不时就拿出来秀一秀 点人在当时在同一间公司 也频繁合作拍剧 一度成为好姐妹 后来徐子山搭上了陈国强 高海宁则直接挖了闺蜜的墙角 成了陈国强的新宠 让徐子山非常生气 某次采访中 徐子山崩溃大哭 直接放言要和高海宁断交 那年高小姐豪患30万宝马新车 更是突然受到TVB力捧 一年拍摄五套剧集 跟当时的一线花旦 杨仪中嘉欣相当 甚至被传出 高小姐在TVB有一个新绰号 叫老板娘 电视城内每个人都记她三分 除了在TVB混得开 高海宁还曾受到曾志伟的力捧 参演过72家租客 我爱HK开心万岁等 因为频繁合作 她还曾被曝光过一张照片 曾志伟和钱小豪 抬起穿泳装的高海宁 场面非常火辣 除了本公司的艺人 陈国强还曾背着老婆 与上市公司修身堂的主席 张玉珊到加拿大约会 两人同行的照片被拍 亲密热聊 一起出入酒店 进而传出绯闻 张玉珊这个名字 大家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是的 这妹子是向华胜的前任 为了她 向华胜抛弃了张敏 坦言张玉珊比较忘夫 与向华胜交往多年分手后 既有了钱 好保持住了颜值 依旧可以潇洒浪荡 而向华胜 身受癌症折磨多年 最后撒手人寰 回顾陈老板的绯闻女友们 跟她只要扯上关系的 都会得到巨大的人生激变 获得许多评投论组 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事业 和以后的婚恋过程 但陈国强有始至终 都未被这些女人们 而打乱过任何人生规划 反而潇潇洒洒 做着她的传媒大亨 其实陈国强一直有太太 名为吴婉兰 是香港锦星集团二股东 吴婉兰平时为人低调 极少接受记者访问 对陈国强也保持极其信任的态度 相比老公来说 吴婉兰比较喜欢做慈善 曾先后创办过广东陪证学院 台北陪证中学等教育机构 颇有盛名 对陈国强和女明星的绯闻 吴婉兰也装作不知 只专心自己的事业 封言陈国强的强大后宫 好像很偏爱性感的女星 一直乐此不疲 频繁更换 时至今日 陈国强依旧活跃在香港娱乐圈背后 但奈何年纪大了 只能收心陪老婆 万蓝也不算白白忍耐几十年